好 那麼在江城會的會談者持續在進行當中 不過在場外衝突卻是一波接著一波 那麼就在剛剛在芋圓花園酒店的正對面的一塊空地 那麼在這個獨派的民眾呢 拿起了這個五星旗就當場焚燒 那麼現場是一片煙霧瀰漫 那麼警方也立刻上前制止亂成一團 我們帶你看稍後段的畫面 他們非常的守秩序站在旁邊 如果狂敗黑洞繼續訪問 同情緊張 感情觀察 感情觀察 萬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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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你看到的是這個 有獨派的民眾 當場就拿起了五星旗 就立刻點火焚燒 那麼現場一片煙霧瀰漫 那麼警方趕緊上前 要將這個旗子給撲滅 不過呢 後來是看到這個旗子 已經被燒掉幾乎有一半了 但是就在芋圓花園的周邊 現在持續有這個民進黨 以及綠營的民眾持續 開著所謂的廣播車到現場來抗議 就像這個畫面當中 您看到就有廣播車來經過 那麼剛剛就在這個會談群當中 也有台中的議會的民進黨團的議員 開著兩輛的這個宣傳車 就在芋圓花園門口停下來 那麼對內大喊說 陳雲林你昨天睡得好嗎 你睡得著嗎 那麼其實不只如此 現在呢 包括了抗議團體 還有聚集了好幾波 那麼在現場跟警方 有爆發一些推擠的情況 我們帶妳看一下沙島的畫面 大德共產黨 中央左國滾回去 台灣的機會要玩 台灣的軍事起來 台灣的軍事起來 大德共產黨 黑幫你 你一定要先走 大龍東帶頭了 你才要抓起來 師父 黑幫軍事 黃建平 黑幫部門子 黃建平 不要假天圖門 不怕台灣 假花純粹 好 那麼現在包括有 這個支持陳雲林來這邊訪問的人 以及反對陳雲林的兩派人馬 就在預言花運轉圈對面 兩派人馬現在警方圍成人牆來隔離 另外一方面 國民黨也有台中市議員會帶領的農民 那麼帶著農產品過來 要求政府保護我國農產品 那麼稍後有任何最新的情況 通過連線帶領回到現場